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3月1日 爱华顿食硬收咸顿 星期二凌晨,英超继续有好戏上演,爱华顿将座阵主场迎战收咸顿 收咸顿近期状态一沉不起,球队只能在足总杯上,找到一些自信,联赛不断失分,而且面对大面积的伤病,收咸顿都是不好高估 另外,大家可以登入M直播收看这场比赛的赛事直播 经历连续三轮无波赢之后,爱华顿上将在墨西塞德棍打比战中,从镇洪峰,凭着李策列神的入球,同思古神奠定胜局的12码,球队踏入2000年以来,首次在联赛中作客,击败同城死敌利物浦,这场胜利被爱华顿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面抢分,打了一支强心针 虽则说这场比赛赛后,李策列神获得最佳球员的称号,但比克福特阻挡右扑,才是爱华顿得以获胜的关键 另外,尖士洛迪古斯,也送出不少威胁力十足的传播 其实尖士洛迪古斯的来到,比爱华顿攻击线极具侵略性,这位球员在英超赛场散发出第二春,有他助阵,爱华顿的胜算,可以说多了很多 在阵容方面,后卫耶利文娜,同中场巴明都因伤无缘披甲 不知是不是,因为今季英超赛班组别,已经形成一团的缘故 倒数第三的富咸25轮过后,只拿到22分,修咸顿就算只排名第14位,但依然领先8分这么多 阵中球员或者都觉得太过安逸,球队近期明显有点松懈 修咸顿过去8轮联赛,只拿到1分,当中一半场次没波入,更加有0比9输给曼联的惨案 这个模仪导致阵中球员士气下降 值得留意的是,修咸顿近期更加受到大面积的伤病困扰 中场华博特、罗美奥,以及近期风险的顶梁柱,南野托实等人都因伤不可以上场 这个模仪造成球队实力严重下降低的现象 另外,修咸顿最近一次作客外华顿拿走3分,要追溯到1997年 可见双方实力差距明显,修咸顿今次结束难逃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,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